为官幕附上国旗 送同袍检任专和阿美族的高加龙 最后一程 陆军航特部六栋腰旅 一架OH-58D战搜直升机 这个月16号汉光演习发生意外 为了避免直接迫降 造成民宅和民众的伤亡 选择在空军新竹基地失势 机上正副驾驶不幸双双殉职 7月30号举行联合公计 分别追进检任专为中校 高加龙为少校 颁证包养令 家属从总统蔡英文手中 接过包养令 追思影片也充满着家人们 对高加龙的思念 你已经达成了第一号 你跟我讲说 我一定会做到 我一定会做一个飞行官 你真的做到了 爸爸 郑志宇都会打电话给妈妈 妈妈 妈妈 这个声音妈妈都也听不到了 我很希望你在天上 你可以照顾自己 不要挑死人 因为你 每次都是我的 不然你吃剩下的 我们是爱你的 永远爱你 表彰正驾驶 检任专和副驾驶高加龙 避过民宅 宁愿牺牲自己守护人民的精神 而整起事故也正在调查中 要还给家属和殉职的两人 合理交代 原始新闻 Defluant喜故 桃园龙潭采访报导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